蹦蹦蹦那個蹦 蹦那個蹦蹦蹦那個蹦 你在跳什麼舞啊 蹦那個蹦蹦蹦那個蹦 瘋盤喔 美股大瘋盤 美國銀行SVB大倒閉 正在幫我們獨家的資訊喔 還有 直立護體 貨櫃三雄逆轉勝 獨家 二月營收創高股 搶先爆 明星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浪年財富 FREE FEE 我主持人澤澤 郭忠 嘿 來看一下 美國銀行SVB大倒閉 美股 SVB是什麼 等一下我請教分析師問一下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一開始 好像也不太了解 後來了解了一些些 不過我請分析師來問一下 好不好 直立立護體 貨櫃三雄逆轉勝 真的嗎 還有重點 欸 營收出來了 獨家喔 二月營收 創高股 搶先爆 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要吃東西 為什麼要吃東西 因為呢 大風疊 這是嗨崩好時機 什麼叫嗨崩好時機 嗨崩就是 這家店的店名叫嗨崩 很嗨 又崩嘛 又崩 很嗨又崩 很嗨又崩 鹹素肌85塊 蠻貴的耶 這麼少 我可以吃一吃 我看好不好吃 我覺得老闆應該很嗨很崩 因為我幫他吃了 穿上不少營收 又嗨 不難吃啦 這東西是不是很少啊 其實這樣加起來 其實一袋蠻多的耶 總共多少錢 總共700塊 這樣很少吧 有點貴 一個人100多 100多 嗨崩這樣很貴耶 平均一個人100多嘛對不對 嗨崩好時機 嗯 炸粉 炸餐人 普普通通啊 炸年糕 還有小熱狗 這是年糕 他叫嗨崩熱狗 嗯 我就是普通通 叫嗨又崩 又嗨又崩 又嗨又崩 好不好 吃看看嘛 因為今天台灣股市 今天你看看起來 嗨啊創新高 現在要崩下去了 就是嗨崩 我們請教三位 專業分析師 第一位 齁 詹毅成分析師 好不好 你好 大家好 其實我覺得這個崩好像不太好 我覺得今天更適合 禮拜五晚上更適合吃這個 夏威夷鳳梨披薩 對 因為今天晚上要對決意大利 中華都要對決意大利 請他們吃這個台灣獨家首創的這個鳳梨口味的披薩 聽說他們不想吃夏威夷的齁 對 可是我今天不想看了 你知道嗎 每次都是中華 我們今天你知道什麼食物啊 本來是要吃那個 四海猶龍的 四海猶龍 對啊 結果也沒有 真的啊 結果看今天是不是又差一分 用鍋貼的啊 好不好 逸臣老師等一下聽說要跟我們講SVB 大澡幣嘛 對不對 逸臣老師最近錢股不錯 然後也是來自外資的 大家可以加LINE 好不好 參考一下 第二位 也是老師 楊玉華 分析師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其實我原本也預期也想說今天應該是要吃披薩 因為福利社的梗我就幫他想好了 今天跟義大利要吃披薩 要把義大利給他吃掉 然後之後去日本之後 要先去吃泡菜 打韓國 然後之後再配 但去日本為什麼要吃泡菜 跟韓國打 好 接下來再跟日本打的時候 就要櫻花妹再配上壽司 福利社的梗我就想好了 所以今天炸雞也是蠻有梗的 你剛才講櫻花妹喔 對啊 配壽司 哇這個很限制極耶 這個很限制極耶 陳彥老師摸福利 一定要配個義大利 因為蘇花妹 然後身體上面放壽司 再把它吃掉 為什麼你的畫面 跟我想的都不太一樣 你有吃過人體壽司喔 好好好 好啦那我吃一下 因為我個人是蠻喜歡吃鹹酥雞 然後這家 這家還好 油耗味有點重 怎麼樣 普普通通 普普通通 這家很快可能很快會不行喔 因為這價錢蠻貴的喔 價錢一流 然後炸物還好 好不好 請教第一張位 什麼吃都可以的 吃什麼都可以 謝謝陳彥老師 其實是OK啦 反正就這樣嘛 因為今天我覺得 大家應該 經過一整天早上的這種 波爛 我覺得今天心情應該是有點當 你很容易受這個心情影響嗎 多多少少 而且上次有兩個妹 今天只有一個 我覺得心情有點受到影響 這一個剩兩個 一位不是沒有 你沒講我都忘了 對啊製作人也是嘛 對不對 小心等一下又有刀射過來 刀射過去的 好不好 對剛才忘記講 玉回老師那個line 好不好 就跟你講 來來來 這大家參考一下 好不好 也是非常資深有經驗的 那我們來看 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來老師你好 你好 今天真的是比較震盪 是是 對啊 那因為美股啊 其實就發生了這個 美國銀行 SBB 大倒幣 所以造成說 美國銀行股以及 整體的這個股市啊 都出現震盪 所以台股今天是 欸走低 然後周縣 這個什麼 油紅翻黑啊 是是是 好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事情的過程 好 美國金融股大跳水 源自於 這個金融股重挫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在昨天9號的時候 整個標普500的這個銀行指數喔 就跌了6% 這個是兩年多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所以 這次的事件啊 我認為要持續關注 非同小可 啊 是你覺得這個嚴重對不對 對 以目前來看的話第一次的反應 欸就蠻重的 是是 兩年多來的這個 單日最大的跌幅啊 所以這個四大銀行 不要補500指數 真的跌蠻兇的 真的真的 對啊 我們來看一下金融股啊 美國的這個金融股 以這個前四大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傳統的投資大銀行啦 摩根大通 美國銀行 還有富國 富國銀行 還有花旗銀行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單日的跌幅啊 都很重 以金融股來講話 這樣的跌幅是重的 老師已經整個一天蒸發 500多億美金欸 一兆多了欸 市值直接蒸發 啊那這家銀行市值有這麼大嗎 倒沒有 但是他所帶動的這個連鎖反應啊 這個是市場是比較單純的 很像雷曼兄弟一樣齁 有時候怕是連鎖反應是不是 對 那SVB是什麼我們來看一下 不是 不是老師你看那個SUV齁 不一樣齁 SUV喔不是不是 對 SVB 他其實就是這個 Silicon Valley Bank 其實就是矽股銀行 直接反應就是矽股銀行 是練英文很標準齁 是矽股的 一聽就知道是矽股的意思嘛 對 而且你光同他的名字 你也知道說 如果能夠這樣叫這個銀行啊 他一定有代表性 一定有很長的歷史 所以這家其實是這個矽股來講話 欸這個投資新創公司的最愛 因為很多你需要 貸款嘛 你這個新創公司要在矽股成立 然後呢 開始發光發熱 就需要一開始的資金援助啊 對 所以SVB是很多 科技新創的公司的一個什麼 欸資金服務的一個銀行對象 好 但是啊 昨天反而怎麼樣 往下跳水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的跌幅 一天就跌60% 哇 一天就跌60% 他一天的市值啊 96億 直接蒸發掉 現在是目前的話 最新啊 只剩下64億美元 對那今天晚上 美股也會開盤 前幾天還有300塊 現在變100塊 對沒有錯 所以也就是說他前 欸應該說在什麼 9日之前啊 都還有超過150億的市值 單日就蒸發96億 只剩下64億 嗯 對那他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啊 這邊來講的話 欸他遇到了一些問題 他的客戶啊 因為我們都知道 存款 是這個商業銀行 所謂的負債嘛 但是他的 欸客戶燒錢 就是說這些新創公司 跟他貸款 然後呢 因為要投入到這個 研發啦 或者說這個什麼 這個新創的一個過程 就需要燒錢嘛 這個燒錢的速度 是比較快的 而且是比預期快的 導致說 他有什麼 欸存款過低嘛 存款過低 我未來要擔保 我要什麼啊 欸就要彌補這樣的空洞啊 所以他什麼 他把變賣 來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下一張你會發現 所以我插個話 你為什麼吃的這樣子 你很少吃食物吃的 你要我說實話 我建議你不要吃 老師跟妳講好不好 我覺得這家油 我自己吃起來不健康 可是我剩這一個欸 不要吃了不要吃了 因為我覺得我最後一個把它完成 你也覺得吃起來 那個油好胃很重對不對 然後而且咬一點有點硬 重點是我覺得他油不健康 但是因為餅持著不浪費食物的原則 而且 我如果覺得不健康油 我就會很傷身啊 可是coco嘛對不對 對 那我餐點我現在一餐 餐點叫成Luna 那別幫我準備的嘛 我還是要把它吃完 謝謝 謝謝 很難過齁 對不對 他吃完了很棒 對很棒喔 可是他都在叫你名字 是 葵你今天裝還不錯喔 我剛才在要去上廁所 我就看有一個人腿很漂亮 我就在後面說 這是誰怎麼腿這麼漂亮 然後咧 結果我私底下在講 不小心被他聽到 他轉過來說 原來是你這樣 被殺 被殺 被你殺手 你看他自己都這樣講 你不要再傷害人家嘛 對不對 你這是好女孩 老師這個有什麼意思 所以目前來講話就是因為什麼 他存款 去年上升 但是什麼 在2022年3月見到高點 開始往下降了 是 所以 從2020年開始一直升嘛 對不對 一直升 升到2020年3月 對 但是近期拉回 就拉回10%了 存款拉回10% 對一家銀行來講話 短期如果有這種變動 其實是很大的 是 因為你的這個 什麼 就開始減少你的資金就不夠 你就需要募集資金 老師那他以前增加到快3倍 他拿錢去存到哪邊去啊 對 他主要去買 這個美債 還有MBS MBS就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嘛 這個抵押貸款 住房抵押貸款的證券 也是一種投資 MBS如果有了解金融 金融海嘯這一段的故事 就很了解這做什麼的齁 對 那他總共來講的話 他資產大概有2000億美元 但他有其中一半啊 全部都壓在MBS 也就是說他把這個 資金的這個 資產的一半 都在這個住房抵押貸款證券上面 哇賭那麼大喔 但是啊 這部分來講的話就是未來的地雷 因為他除了這個MBS之外 他還有持有美債 是 他目前來講話 他是賣美債 引發市場恐慌的 他美債來講話 也是從60億美元 一路買 買到160億美元 是 好但是他近期賣出了美債啊 就造成 這個 這個嘛 這個損失 16億 16億美元 但他總共的市值啊 也才這個 之前我們看到嘛 200億美元而已 現在只剩下64億美元 但是接下來 他如果把MBS 因為現在目前MBS啊 就很像是這個 你目前在這個 可能在這個操作 這個持戶上面嘛 會看到什麼 未實現的損利 如果未實現的損利啊 也 真的發生了 真的要賣了 到時候可能會造成什麼 這個市值直接蒸發 市值直接蒸發 對 所以他MBS才是這個 真正的未爆彈 真正的未爆彈 因為到時候越虧錢越賣 這越賣這個賠越多 對 越賠越多 那為什麼會賠越多呢 就是因為 過去聯準會不斷的升息 是 不斷的升息之下 你的美債的價值 其實是往下降 對不對 利率越高你的價值越低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SBB造成說他這種情況 他只是先賣一點點美債喔 就造成說他市值大幅縮升 現在市場上很擔心的是什麼 我們看上一張 他的股價 對不對 市值快不夠了嘛 現在只剩64億美元 如果他MBS也動用的話 那可能是要損失上百億美元 那損失上百億美元 你市值才64億美元 會不會倒退 好像怪怪的 會不會清算 市場比較擔心是這一塊 會不會清算 這些問題嗎 那陳老師您呢 因為剛才Eason老師講這個 我真的覺得 大家真的要特別注意 因為他的提醒 我覺得很重要 還有一個點 就是 剛才講到的這個 SVB買的這個MBS 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 叫黑石集團 他旗下價值173億台幣的 這一個REITS基金 就是這個MBS 裡面就是持有MBS 就暫停 就產生違約 因為本來是跟客戶說 我可不可以賣一點付你利息 客戶說不行 就變成付不出來違約 黑石 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 什麼時候的新聞 就最近的 最近的 然後另外 跟他有關係嗎 基本上他應該 我覺得也有持有 黑石裡面 因為那個173億台幣的規模 應該也有持有 一部分在裡面 那現在我們 金管會也要求台灣的金融機構去 去檢查一下 到底有沒有相關的曝險 那最新的報告還沒有出來 所以不曉得有持有多少 然後另外一個最新的新聞 也是瑞幸 他現在瑞幸本來就有問題對不對 可是那你把財報公佈就好了嗎 可是證監會 美國證監會 不讓他公佈財報 因為認為他的 目前送過去的財報是有問題 可能財報公佈還要推遲 所以剛才Eason老師在提醒的這個 我覺得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哇 所以升級過好像很多衛報站 所以老師其實SVB 其實重點是他背後的含義 不是他本身的問題就對了是不是 對 因為SVB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嘛 規模沒有像這個前面四家銀行 我們看上一張 這麼來大 但是他所持有的這個MBS 其實是很多家銀行 可能都持有的資產 是 對所以MBS還是問題 所以MBS會不會造成說 未來 金融風險有一些流動性 再加上現在 這個美債之欲是倒掛的 倒掛也就是說 你現在去借短的 反而利率更高 你原本是要借短資產嘛 結果現在短期的利率還更高 對不對 長期利率反而是比較低的 值率倒掛之下 你要借短資產也沒有辦法 所以資金走轉 你現在資金要 不好意思我要急用 結果反而轉得更高 短期利率更高 這很重要啊 二年期不是早就飆上去了嗎 是 所以短期來講的話 商業銀行需要資金大量走轉 但是發現說 短期的利率這麼高 融資成本這麼高 造成說 SVB就出現這樣的 需要什麼 增資嘛 增資就會稀釋到原始股東的股權 所以 造成說他股價一天就跌60% 一天就跌60%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好不好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謝謝老師 非常清楚告訴我們 市值雖然60而已 你關這些 這一家公司 SVB市值60而已 可是關這些公司 今天蒸發的 放大一下 幅度 就500多億的 可是重點是說 你說隱含的背後 還有一些他持有的資產 MBS 這個是不是 因為別家公司也都有持有嗎 會不會魚波淡漾的感覺 這個持續 未來再跟大家講 MBS這個產品 講不完 老師會不會 還是你現在要花個時間講 下一次好不好 如果不錯的話大家敲碗 好不好 留言一下 MBS是什麼 請Eason來解釋一下 好不好 來看一下 那今天台股跌244點 怎麼看 原本這個週限是收紅 但是今天來講的話 就跌244點 所以就整個就往下跌了 我們來看一下週限的部分 對今天 你要說本週就跌了82點了 好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週限還是沒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 之下 我認為再加上美股 這樣的一個震盪 再加上今天晚上其實就會公佈 這個所謂的 美國二月份的非農就業 還有失業率 以及下個禮拜二 要公佈的 美國二月份的CPI通膨率 我認為都是攸關目前的大方向 在這個數據出來之前 我認為台股都還是在年限附近來做震盪 找到支撐 所以目前可能這三天這三個交易日 可能都還是不會有大行情 要等到數據公佈出來 老師那我不要烏鴉嘴啦 你以前講過 紅就一直紅紅紅 對 黑就一直黑黑黑 那現在開始會要黑了嗎 現在有點震盪 震盪 那會怎麼樣 會測試這邊的那個嗎 對就在年限附近 所以15212要測試喔 52週嘛 那個52週的MA嘛 15212很重要 我現在收多少 15526 老師啊300點回測喔 不緊張 對以三四百點來講的話 其實你看到這個台積電 我們切下台積電的股價好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月線喔 你會發現說 哇 那個加權指數過高 然後那個貴買指數也過高了 台積電在哪邊 在月線以下耶 現在很多股票都在月線以上了 台積電這一陣子喔 不是今天而已喔 這一陣子 都在月線以下 被巴菲特賣下來了啦 都在月線以下 你說 欸指數會不會再往下回測 你目前看台積電的話 如果再回到季線啦 那指數就有可能要回測到年限 哇 這邊回到季線指數要回到年限 嗯 那就15212囉 注意一下好不好 謝老師那我們來看一下 上櫃呢 掌聲多天 休息一天還好吧 對還好 可是這一根 哇塞吃掉哇 幾個紅K啊 哇三四個紅K 如果可以看差距的話 他其實那個月線還是有守住的 大盤是直接跌破 看月線喔 對 所以那個OT是怎麼樣 月線還是有守住 對 然後我們看一下大盤 這個TS1嘛 我們來看一下 欸指數 是跌破了 大盤是跌破月線 所以大盤還是比較弱一點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台積電 還有這個金融股啊 金融股也受到這個 美國銀行股的這個拖累 所以金融股也是往下跌的 所以指數來講的話 我認為先把指數放一邊啊 要選就選 這個三月份 比較有這個主流的 中小型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三月份的這些股票 老師我們去快速看一下 外資賣了215億 哇 志銀商賣100億耶 志銀商賣100億 欸這個有沒有破近期紀錄啊 印象中 好像有更多 我記得還有 有更多是不是 那賣100億是賣什麼 欸 老師啊你可以獨家幫我們解釋一下 志銀商為什麼賣那麼多億啊 很多人不瞭解 它裡面很多這個避險成分是在ETF 好我們看一下 這看一下 對我們剛剛這個整理出來 永續高股息0087媽 這個這個這個很熱門嘛 所以指數往下跌的時候 欸這個避險的成分啊 志銀商就要做避險 對 有賞戶在賣嘛 他自己要避險嘛 以及這個整個下來的話 他講欸他幹嘛 他可能發行其他東西 他就要跟著做避險 跟著做避險 他就要賣現股 嗯 喔跟著賣現股 也有可能 所以賞戶賣 跟著賣 國泰永續高股息這些 都是 都是他什麼第二名是什麼 喔 考這個 思議測驗 思議測驗 欸 解口布蘭特原油正二 解口布蘭特原油正二 這些都是賣的 哇 這ETF 我現在ETF已經變大中了好不好 因為避險的關係嘛 他可能很多之前 他批了一堆要 批發給賞戶 要賣給賞戶 因為志銀商買來就是批貨 對對對 現在看起來 賞戶在跑 他自己也嚇到 進了一堆貨要趕快把它消掉 把它消掉 應該是看壞了 也看壞嘛 或者賞戶也賣 他還跟著不得不賣做避險 這有可能嘛對不對 對 好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獨家想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既然最新的齁 期貨 期貨 對 減4000口還可以接受嗎 對 對 這個 我之前有教大家嘛 這個1萬口 1萬口以內 是比較中性 是 1萬到2萬是中性偏多 2萬以上就 就是非常多了 是 以目前來講話是減到1萬以內 其實就是比較中性 比較避險心態了 好 也就是說過去來講話 都有一萬多口 但是在今天 有這個非農作業數據嘛 還有下週的這個 這個通謀CPI 所以目前 好下週的CPI 等一下請一會老師講 對 所以一些外資啊 是有一些空單下來 是一些避險的 所以多單 進多單來講話 那個什麼 就往下減了4000多口 好 謝謝老師我們來看看看一下 那重點是我們來看一下營收好不好 台積電最新的營收 怎麼看 對 最新營收出來了 2月份的話是1631億 嗯嗯 我們都記得嘛 1月份突破2000億大關 是 所以1月份是有突破2000億的喔 是 所以月增啊 其實就變月減了 月減14.8% 是 年增還是有維持 但是 目前財測啊 我們來看一下 達成率也不錯啊 蠻高的啊 對但是其實啊 1月份就38%了 是 也就是說2月份的貢獻率只有31% 哦 31%來講的話 其實 欸這個就是 比較落後一點點啊 是 但是因為1月份 表現是比較強勁的 是 整體來看的話還有69% 算是在這個進度上面 對 只不過2月來講的話 欸大家可能是比較什麼 欸 呃 可能是比較失望一點點 哦那老師 2月份這樣比較失望 而且2月份已經開始上班了不是嗎 對啊 大家過年應該是1月吧 工作日期比較少啦 今天沒有229啊 可是也不會差那麼多 所以換句話說 你說2月份達成率大概 31% 對 31% 那每一個月應該達成33.3%吧 對 那如果我2 3月份的營收公佈 還是一樣的營收剛好達成了100% 這沒錯吧 對 那3月份跟2月份可能營收就會一樣囉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對 1631億嗎 達成率應該 通常台積電財這個出來 通常都還是會達成 會達成 以這個中位數來講的話 欸都還有69%了 所以 有可能就是大概1631億左右 對 稍微超過一些一些 對 謝老師告訴我們獨家的想法 那我們來看右邊來 右邊來講的話 其實在這個目前市場上也有預估喔 這個產能的利用率啊 其實 有在做增加 我們來看一下增加的部分 我們直接看表單好了 欸就 就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表格就 這個一目瞭然 3奈米的 這個產能利用率啊 是往上升的 嗯 去年第一世紀 欸只有20% 但是目前第一季的預估啊 其實50%以上了 嗯 已經有50%以上了 但是7奈米跟5奈米 反而是往下降 嗯 5奈米就是iPhone的手機嘛 對 所以用手機5奈米嘛 對 第四季有這個100% 是 但是啊目前來講的話 業界產業預估的話 75% 因為最近可能比較少要買 對 然後7奈米這個也是60%到40% 但是 好消息的話算是什麼 3奈米 3奈米算是最先進的製程嘛 20%慢慢使用率提高了 達到50% 所以以目前來講的話 台積電今天算是一多一空 嗯 一多一空 產能又比較提高一點點 而且iPhone最近iPhone 可能說不定 應該會用3奈米 應該會 就提高這些毛利最高3奈米製程 老師你好 陳昱老師 陳昱教授您應該有什麼問題 這個蘋果它要推出 最新的那個MacBook Air 13吋跟15吋 用M3晶片3奈米 預計應該很快就下降給台積電 哦哇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所以這都是這些 那我們來看一下 快速看一下 那老師那有什麼 因為營收很重要 什麼法輪營收概念股 我覺得不錯的 對因為現在10號嘛 還是一點公布營收出來 其實陸陸續續 很多營收公布出來 其實表現不俗 我們來看一下 有些營收能夠月增年增 甚至創下同期性高了 幫大家點名幾檔 華景電 M3E 核大華興 中興電神準 這些表現都還不錯 都是月增年增耶 哇難怪神準 中興電股價這麼厲害 對啊 原來是騎來有志 對那近期法輪 然後怎麼樣 陳老師你看一下有沒有開心 沒有我每次看到神準 我就覺得很有趣 怎樣 因為名字神準 你很神準是不是 好不好 我不知道就想歪了我感覺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6788的華景電 華景電它其實是做 這個半導體工程的 微污染處理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廠商 你看今天台股是往下跌200多點的 但是它今天還創了一個波爛新高 對 我們來看一下江波圖好了 它其實早上是有一度要往上拉的 但是因為大盤真的太弱了 對 一度要拉展平耶 對 所以這檔補票的話我認為 大家可以持續留意 因為它營收是不錯的嘛 然後呢 它也是跟這個半導體設備相關的 我們知道這個加登其實過去表現也還不錯 對華景電大家可以注意 它也是跟台積電非常 這個密切合作的協議廠商 我們把這個K線拉遠一點點來看 你發現它現行突破還算不錯了 今天雖然遇到逆風 但是這檔的話 大家可以持續留意 大家可以持續留意 這檔 雖然是逆風 不過也可以持續留意 好不好 滑緊電這個股票 老師一度要暫停耶 要不是大盤寒情不好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寒情不錯的話 應該就有機會暫停囉 對應該今天就暫停了 對 它的營收是好的 所以營收一出來之後 反而就往上漲 這檔來講的話 技術面啊 大家看一下說 拉回到月線附近 是一個不錯的切入 這是月線喔 對月線大概127 126 對 20MA喔 20MA127 126這邊 好不好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6643好了 M3E 我們來看一下6643M3E 其實它近期表現 算是有點落後補長 因為它過去來講 並沒有像創意或世新 來得這麼強勢 那這些股票 我都幫大家分析過了 它都是所謂跟這個 AI人工智慧啦 高速運算 有關係的 欸 錢高就在這邊 644他近期 雖然你不要看它 欸比較溫吞喔 其實近期 欸 世新啊 或者說這個創意 是往下走的 所以M3E有沒有落後補長的機會 以它營收來講的話 表現都還是不錯的 所以月線附近也是一個切入 欸 不錯的一個點位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你看前一波嘛 打到月線 隔天就拉上來 所以這邊如果有 拉回到月線附近的機會啊 大家可以留意 一樣是什麼 跟今年主要的題材有關的 好跟今年一樣 有 那個AI AI有關的題材 M3E嘛 今天股價還不錯喔 這隻有沒有注意觀察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來 我們快速看一下1513的中心電 可能是很多人很在意的始股啦 因為欸 這一波來講的話 就一路大漲嘛 從50多塊翻倍到100多塊了 好 但是這邊拉回 好這檔股票來講的話我認為 未來不管是充電樁 我們都知道中心電旗下就是那個 都督房嘛 連鎖停車業嘛 所以這些未來要建置充電樁 它能夠對營收有注意嘛 然後呢 欸 股價來講的話又有 基本盤 基本盤就是台電的這個 這個強韌電網計畫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我認為創高拉回 算是正常啦 因為畢竟也漲多了 所以拉回 但是我認為這檔還是好股票 所以這檔一樣 拉回到月線 92吧 以及季線附近啦 欸 之間啦 應該是月線跟季線之間啦 可以來做留意 還是一個長期有機會向上的一個股票 慢慢漲慢慢漲 慢慢漲 慢慢漲 就在月線測試一下 那那個Coco你有問題嗎 要問Eason老師 有 老師的技術面講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想問老師您 就是除了技術面之外 還有什麼基本面可以搭配一起看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表格 所以剛剛講到了 跟半導力有關啊 跟AI人工智慧有關 還有什麼 跟電動車有關 那華星也是電動車 這個什麼 這個正極 這個原材料 冰孽的一個非常重要一環 然後也跟這個重鑾有關 中心鑾就不用講了 剛剛講過嘛 那省準就跟網通有關 所以網通在伺服器這一塊 今年都還是預估成長5%到10% 還有AI嘛 你越需要一個AI 越需要人工運算 對 需要運算啊 需要儲存啊 所以省準啊 或者說我們之前講過的智邦啊 表現都還是不錯的 所以這些來講的話 其實都有基本面的支撐 好 謝老師 哇是講得很順的 一口氣講的六檔股票 這些基本面 還有營收 籌碼面 這邊法人籌碼 這邊你可以自己慢慢看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 所以今天節目也蠻精彩的 謝老師 所以美股大逃殺 可是有營收創高股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你有沒有覺得當成金主持人 那個很辛苦 我們要學很多東西 對 每天學 SVB做什麼的 存哪些東西 存款多少數字 我們來賓大家都好專業 好專業 我們來看一下各專業的介紹 接下來 來 熱門我最貼 翔碩跟飛鴻 請教Eason老師 好 5269翔碩 剛剛講到這個 不管是這個 Chet GBT 還是這個 就是這個 人工AI 這個匯圖運算的 表現都非常好 都還是很火燙 需求都還是很熱的 所以 5269翔碩 它其實就是做這個 高速運算界面的IC 你會發現說它這兩天 股價都是 逆勢往上走的 昨天漲年板 今天一樣在GT往上走 所以在台股拉股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 找尋這種 這種熱度都還是持續存在 而且在今年 對不對 是還有機會再放大營收的 5269翔碩的話 給大家做參考 5269翔碩的話 請大家參考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檔股票 來 下一檔這個2457飛鴻 然後飛鴻跟我們剛剛夾到的這個什麼 這個充電裝 也是非常有關係 他就是做這個的 所以飛鴻來講的話 欸表現也是非常強喔 也是逆勢往上走的 所以 飛鴻啊 我相信大家在什麼 在過去看到 這個巴菲特 在他最新的持倡公布啊 他其實是大買 所謂在美國 這個建制充電裝的一家公司 持股到八成以上的 好 但是回歸到台灣的話 就是什麼 欸充電裝這個布局 是什麼 非常貼切的話 欸回歸到台股的話 飛鴻就是最大的受惠者了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他股價 基本上是不管指數的 量增價往上走的 所以 跟剛剛講的中興店也好 或說華興也好 其實都會相對受惠 所以飛鴻的話 也是近期非常強勢的股票 喔 飛鴻也是近期非常強勢的股票 這是注意喔 以前那個 拆股票 黃飛鴻拆檔股票 就是飛鴻 就是飛鴻 好冷喔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玉花老師來 精銳進出啦 聯發科 老師你好 第一檔股票 3454的精銳 那我們先看一下 他最新公布的2月營收 8.67億 月增2% 然後年增成長是39.1億 看起來好像月增沒有很多 但是他其實創下歷年同期的新高 所以營收表現非常好 然後最主要的原因 他是主要是受惠 NDAA 國防授權法 就是大陸 應該說美國現在在禁止一些大陸相關的一些產品 去進口 然後包含一些安控的產品 它這個是在禁止當中 所以 精銳啊 在安控這一塊是會有一些轉戰的效應 那加上你可以去看一下它外面那個 下面那個籌碼 這是投信 所以所有的安控股 我幫大家掃描過了 它是少數裡面喔 投信有買 外資有買 的股票 所以它籌碼裡面相對的漂亮 然後400億這樣大戶的持股 也非常非常的穩定 那我們從紀錄現金來看喔 它是前陣子創高之後 進行是不是拉回 拉回的過程當中喔 是量縮的 代表說上面啊 籌碼是相對的穩定 就是相對的安全跟其中 這種股票反而拉回過程當中 因為它創高嘛 拉回過程當中 是可以找一個好的買點做進場的 加上喔 今天很慘 但是你看看它股價相對抗點 就是有貌膩在裡面 第一檔股票三四五四的金額 我們來看下一檔股票 聯發科 下一檔股票就二四五四的聯發科 其實今天你大家可以去看 今天整個盤面上 雖然說大盤不好 所以蠻多股票都蠻弱勢的 但是相對的有一些高值率的股票 有一個金鐘罩戶體 戶在那個地方 那聯發科最近公布啊 預計今年會配發76塊的股力 以今天的收盤價來說 值率超過10% 值率超過10%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對 你不要看線型覺得醜 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它在 拉回的過程當中 量是縮的 籌碼相對穩定 那你們知道誰接走嗎 我們看一下那個外資的籌碼 投信 更正一下投信 投信買了 在這個地方其實 法人已經陸續在那邊做布局了 嗯嗯 好 法人應該 黃色的地方圈一下 來 把他投信買 對 好 那我們接著再看一下 如果以 IC設計來說 它平均的本益比目前在10倍左右 是歷史相對低點的位置 聯發科平均的本益比 過去大概在20倍 過去大概20倍了 所以它現在是 我簡單來說就是 物美價廉 加上又有高值率奇才的護體 所以這種股票推薦給大家 好 物美價廉 又高值率股票 好不好 高值率 神功護體啊 好不好 第三位我們來請教一下 每天都要練神功的 元太 對 原本三 送給太太 元太 好 算了 爛哏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今天因為元太出現 你就每個月給那個太太 100萬元 100萬元給太太 100萬元給太太 元太 好不好 那你看今天股價其實 跌幅相當的大 因為你看收盤 直接啪一個就鎖住了 可是 可是我覺得蠻奇怪 就是說 你是不是100萬元變給10萬元而已 對對 不是只有給1萬 只有給1萬 結果貴算盤 直接跌停 跌停喔 因為它的營收 年增率是不錯的 YOY52.9 去年的整個獲利8.69 其實也不錯啊 那大家會覺得說很奇怪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切一下月線圖 變成月K線 然後我們把它縮小 然後呢我們仔細再說到 2020年那個時候 我們仔細看一下 這幾年它總共漲了多少 十幾倍啊 十幾倍啊 所以其實大家有沒有感覺很像 航運股當時那種爆發之後開始 陸陸續續找理由下車的那個狀態 那現在對 因為法人才剛開始講 法人對他今年的獲利預估來講 其實他們認為成長力道會開始收斂 所以不管是亞系的外資也好 美系外資都調降 他的目標價 其實法人開始調目標價其實他就告訴你 我不愛你了啦 我要下車了啦 你不要再纏著我了啦 這個我覺得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下 雖然說電子紙的議題 我覺得還是不錯 所以你覺得要怎麼樣 你不要每次擋股票都講的 好像愛情一樣好不好 那這些結論呢到底要不要愛他 當然我覺得現階段 你要先注意一下外資賣壓之後的一個狀況 短線上還是先稍微 看外資 稍微閉一下 短線上我覺得還是先稍微閉一下 外資也沒到賣很多啊 沒有沒有 雖然是賣 你後面你要注意看他調降 他整個目標價 調降 比如說今天跌停後會再賣 會再賣 對 我覺得這邊稍微先留意一下 不然你會沉浸在美好的過去嗎 因為美好的 或者他口是心非 也有可能啊 口是心非那再說啊 是不是就像謝承諺老師嘛 說你Coco說你說 看起來還好 說不定他就是其實就喜歡你的腿啊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欲懼還贏啊 欲懼還贏啊 欲懼還贏 他常常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下一檔股票來 當然另外一個我覺得在現在 剛才這個我的好兄弟Eason他講的祥壽嘛 所以我們就把祥壽 等等你講一下好兄弟 你先問一下Eason的感受啊 好兄弟喔 好兄弟喔 是不是 是 對不對 雖然說我們常常這個 有魚亮情節 哈哈哈哈 好 好 那他剛才講 那你是魚還是亮 我魚 悠遊在這個 五海中 好 好 來 他剛才講祥壽 其實玉曲同空之妙 華碩嘛 因為畢竟整個集團華碩 持有這個祥壽嘛 那當然更重要 他剛才講到的 比如說AI啦這些 其實 華碩旗下的這個 他現在投的這個台聚雲嘛 未來我覺得還是會持續發酵 但我覺得更總 更重要還是他自己本身 PC啦NB啦伺服器啦板卡 影韻的谷底 看起來是已經過了 今年下半年應該會越來越好 老師他也有高殖率的題材嗎 對不對 對 因為他其實殖率大概都維持在六七趴 現在幾乎所有法人 都以這一個 你隨便下面幫我們切一下外資好了 幾乎都以這一個高殖率股 為這個尋找 老師外資你舉錯例子囉 在賣囉 欸 欸 投信好了 投信啦 有可能0087 8056 有他的持股啊 對不對 投信就買啦 一路買啊 這投信講起來了 對 基本上高殖率的部分喔 那因為他 呃 今年預估他的EPS 大概落在19到26 中位數大概在23 24附近 所以如果我們從本益比去看的話 他也是低本益比的一個題材 目前他的PEG 我常講PEG這個概念喔 就是把你的本益比跟成長率做一個預估 只要小於一都是值得介入 目前PEG是只有0.75 所以我覺得 從這個多重題材去思考的話 確實 為什麼他比台股今天 不只不跌還漲的一個原因 我覺得幫大家找出來 喔 幫大家找出來好不好 這不跌還反漲的一個原因 華碩也是高殖率股票 這是同樣的注意觀察 所以這六藍股票 哇 都有減到一些重點了 好不好 所以高殖率股票 原態就基本上比較低值率 就這樣子 或者未來前景要非常明確的股票 好不好 電動裝概念股也是一樣 所以謝謝老師 我們來看看接下來下個單元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幫你圈 夠夠幫你圈喔 圈圈圈圈喔 獨家 老師 現在都一些壞的消息 你可不可以來一些好的消息啊 今天就要帶給大家 超級好的消息 是 今天啊台股啊 就像我剛剛說的 台股有一個金鐘罩護體 護在那個地方 好 就是有一些概念股 像高殖率率題材的概念股 就護體 是 那最主要現在今天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貨櫃三雄 是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下 今天晚上會公佈 美國最新的飛龍舟的數據 對 然後下禮拜會公佈最新的CPI 好 福利社獨家給大家預測 接下來我們如何按照超開 那我們來看一下CPI好不好 包括這兩天搞的 真的是我們超級無極亂的 到底有多亂我們看一下 如果數據顯示 FED有必要加快緊縮政策 將加快升血步伐 暗示三月升兩碼是考慮的選項 終點利率也可能高於預期 對 這是三月七號他講的話 是 就隔了一天 睡個一個晚上之後 為什麼人好像有一點點變的感覺 老了嗎 失憶了嗎 這是你說的不是我說的 這是澤澤講的喔 要吃銀杏嘛 我每次給陳彥吃銀杏都沒有救 你知道為什麼沒救嗎 因為他都忘記吃 這個消耗很老 是因為你每次給過我你又忘了 我就一直吃怎麼可能 我說你給過我了 你說有嗎 這樣子 不是你這邏輯不對吧 你這邏輯不對吧 所以我已經忘記你已經好了 是不是 所以你已經好了 所以你把它掰回來 他剛才邏輯怪怪的 聽起來都很嚴重 聽起來都很嚴重 包吳可能也很嚴重 好 包吳更嚴重 3月8號的時候他說什麼 喔 數據報告至關重要 FED沒有設定既定的路線 是 強調FED尚未做出任何的決定 是 好 所以7號跟8號 誰相信 講完之後喔 其實就給到一個結論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些關鍵字 如果數據 對 3月8號數據報告至關重要 所以數據很重要 所以數據很重要 好 他告訴你 那接下來就像我剛剛說 會公佈什麼數據 我們往旁邊看一下 來就是今天晚上會先公佈一個 非農的就業數據 今天晚上9點半 那目前市場的預測值是 20.5萬人 潛質是51.7萬 那下禮拜四啊 3月14號 下禮拜二 3月14號 白色情人節那天喔 會公佈消費者物價指數 那目前市場的預測值是 6.21% 是那天要幹嘛 白色情人節就是 看美股啊 喔 美股是你的情人 美股是我的情人 股市就是我的情人 好 沒有套出來 你本來想要套出來對不對 哎呀 他很聰明喔 上次叫Coco要靠近他 欸Coco不要靠近我 哪管那麼浮誇 Coco有沒有 有沒有 對啊 你們都太浮誇 好 那我們現在要講重點 好 重點喔 所以你看 接下來生產者物價指數 那連準會 費的比較關聚的那個 就是他們比較關聚的數字 關聚的數字 關聚 關聚啦 關聚的數字 好 你看 講個白色情人節開始就緊張 還是沒有 對啊 算了不起 好就是非農就業跟消費者物價 這兩個最重要 這兩個是最重要 最重要 最注重的兩個數據 這是跟下一次的升級 非常重要的兩個數據 好 老師那預測多少 預測20.5萬 我以為從51萬下到20.5萬 有可能嗎 好 所以我現在獨家 我們先解非農就業 假設這個數值 預測出來 比想像中的 就是非農就業人口 比想像中的還要好 高於20.5萬 高於20.5萬 那代表其實 連準會升級的壓力 會比較大 因為就業人口增加 是 就業市場狀況還是好 其實就代表 通膨還是有一定的壓力 還 而且還可以 升級還是可以 就是有可能 忍受住這些後果 對對對 那公布出來 以這個數字來說 會稍微比預測值 還有低一點會比較好 是 好 希望如此 那我們 如何去驗證這件事情 其實昨天晚上有先公布 那個 11月那個 初領就業 初領就業 初領就業的人數 公布出來是21.1萬人 高於預期的15點 19.5萬人 那你們看喔 我們往下看那個 Fed BattleWatch的預測表 其實現在生糧碼 大家都認為說 有可能是生糧碼 昨天在公布這個數字之前 其實是接近80% 生糧碼的幾率 現在只有61.6% 晚上 放大放大 已經放大好了 已經61% 所以生糧碼的幾率變少了 而且你們再仔細觀察 其實昨天每股 每個數據都影響它的幾率 對 其實昨天每股市場指數 早盤是上漲 早盤是在反映這個數字 早盤是上漲 只是因為來一個S 什麼 不是UV SUV很想開車是不是 不是 來了一個銀行的道 這是開跑車的啦 對 來了一個銀行那個 然後造成每股昨天有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這個數字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晚要先關注這個數字 好看公布出來的結果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往旁邊看 那 第一個我們先解完 那接下來CPI 我們有沒有什麼一些地方可以去看好說 CPI 到底接下來的關鍵在哪 好來我們看一下 河皮書 河皮書 連準為河皮書揭秘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點 好 單中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美國經濟回升 就會市場穩健 是 接下來哲哲擋住了 公益問題緩解 許多地區的通銅正在放緩 好第三點 受訪者預期 今年價格漲勢將繼續放緩 所以這邊的關鍵點 通銅正在放緩 價格漲勢將繼續放緩 所以這個河皮書 聽起來不錯 然後景氣還穩健 好不好 市場穩健 所以河皮書已經先打一點點密報了 好 除此之外我們再來看一些數據 好看通銅有沒有放緩 好 福利社老師獨家的一個預告 獨家的大預測 來來來 這個是CPI的主存成分 比例比較高的前三個 房屋佔比30到40 房屋佔很多 那房屋要看什麼 看利率嘛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喔 1月份跟2月份 月變動就小幅降一點點 還是有降啊 就降這麼一點點 還是有降 這麼一咪一咪 這個應該放大鏡 好就是一咪一咪 降了0.01% 嘿 好那我們往旁邊看喔 CRP三品物品指數 物品指數 是 月變動下跌1.5% 反而是下降 有沒有什麼感覺什麼都漲了齁 食品都漲 雞腿都漲 沒有先是美國的齁 那是美國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往下面看齁 降1.5%也算有了吧 有 好 阿這個呢 來 西德州原油啊 降了2.17% 阿都有降耶 欸 對你講到重點了 三個都降 然後全部都放緩 所以我現在要來獨家 福利策獨家幫他預測 接下來下禮拜二喔 晚上 大家在吃情人節大餐的時候 我們就按表操課就好 好好好 大家齁知道嗎 大家齁 奇怪為什麼最近這些梗一直出現太奇怪了 最近這邊是不是 好啦開玩笑 二月美國CPI市場預期6.2% 那照理說這樣就會下滑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對不對 不是啦 上次是6.4% 應該會比6.4%下滑 沒問題吧對 基本上因為下滑下滑就好 所以一定比6.4%下滑 所以我覺得6到6.3%這個區間 大概機率大概70%到80%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這個數字出現 就會直接緩步 直接攻上萬六 是 會緩步上攻 因為畢竟上面還是有一些壓力在 好這是第一個 不用管那個SUV還是SVV 我覺得今天晚上應該就會指紋 今天晚上應該就指紋 希望老師說 SUV後面位置比較大 比較大齁 躺下來比較舒服 果然是有經驗 對啊 那個跑車有的後面還躺不下來 Eason以後就知道了 要換一下啦 對啊 Eason以後要跨過去發現有點困難 他有個中控 那種出去都要用爬的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你就打開門往後走就好 往後走 往後走 你說什麼 沒事我們就車門打開往後面走就好 往後面走 好 很難 是這個老司機啊這些 老司機 老司機 好 我們回來 好所以中間藍色這一條我個人認為 我們福利社獨家幫他預測這個機率最高 那這時候對台股來說就指紋緩目上攻萬六 那如果高於6.3呢 好就是如果說出現6.4 6.5 這種機率真的太低了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了 降降降 緩解緩解緩解 如果這時候就會台股就會回測15265 就是月線那邊嘛對不對 就是那個我跟大家講的關鍵那一條線 我們看一下大盤好了 那剛好也是月線啊 對就是剛好就是那一條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大盤 拉長一點 就是過完年之後 新春開門盤那一條拉出來 這一條其實是台股很強力的支撐線 不是月線啦 那個剛才Eason有講過 那是那個52週的那個嘛對不對 52週的那個嘛對不對 52週的年線 就是這一條線 用中線來看的話年線 對 反正大家就記好這一點 因為這一條線是多頭很強力的支撐指標 好 不能夠 因為過年後的跳功缺口嘛 好 希望不要回測到這邊 好這分子機率不大 我們就不討論了好不好 所以老師你覺得最有可能是6 有沒有可能低於6 這個我覺得機率也不大 所以6到63 對 上面其實下降一點點 萬6 好謝謝老師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陽明百分估23元啦 我們有福利社爾鄉 所以不中一不一元一 20元啦 可是殖利率也很高啦 所以現在是靠殖利率來護體就對了 對現在其實我不知道 大家發現台股其實基本上 就是一個殖利率護體 像貨櫃三雄今天有出來撐盤 除了貨櫃三雄 剛剛陳妍老師有分享的 2357 華碩其實也是高指率的股票 這可能是運價下滑咧 你說運價下滑 基本上你會看到它下滑的幅度 就一直在1% 2% 1% 2% 雖然說連續好像8週9週吧 我覺得它已經就是在底部了啦 隨時等一個反彈 那時候再出去你可能就來不及了 好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因為市場現在就是吃這種題材 是 你們要知道說現在市場上在意是什麼題材的股票 去吃什麼股票 從當中去取一些股票出來做 才是最好的 好 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來把整張圖給我好了 你們看一下喔 其實今天就是陽明嘛 陽明公佈之後20塊嘛 那目前的殖利率 今天收盤價來算喔 有29.1% 超級無敵高耶 是 29.1耶 是 那你們再看一下股價的進 那我聽你這樣講 殘龍這麼高喔 會這麼高喔 那是預估 但是如果實際上估出來 真的是這個數字就真的那麼高 因為你65去除165就是39.3 會到65喔 根據什麼 就是之前 法人這些預估 今年的過去的配發率 哇 估出來的結果 這麼高39那不得了啦 對啊 老師那還會繼續這樣 對 那意思是老師 你覺得會估那麼高嗎 第二個你覺得估那麼高以後 那殘龍應該一馬當先喔 對不起喔 吃太多東西了 一馬當先喔老師 我個人看法是比較中心一點點啊 因為我覺得盤面上可能還有其他 比較這個可以選的股票 但因為 給大家一個觀念啊 殖利率來講的話 你說比如說陽明來講的話 68.7嘛 你配完這20塊 股價要漲回到68.7 你才是真的賺到這個殖利率啊 欸 欸有道理喔 大家要有這個正確的觀念 而且從48漲到68.7要漲很多喔 如果啊68.7配完20塊 48.7嘛 如果跌到 會漲50%喔 如果跌到剩30塊 其實你這個股利是沒有賺到的 沒有到50% 正好只能40 差不多40%差不多要齁 就是68.7減掉20塊 變成48.7嘛 對 48.7差不多要漲到68.7 差不多快40%喔 差不多 哇40%才鼓利 所以你倒是講的也沒錯齁 其實 Eason老師講的就是去年大家 的夢魘 因為去年其實高值率股奇才 其實長榮陽明已經被出來炒一波 那聽你這樣講 那有沒有可能我們就除息錢 大家都是這個想法嘛 反正可是我覺得值率很高 除息錢 斬了一波先走掉 是不是除息錢就有機會斬了 所以我們要配合技術面具做操作 好 有題材沒有錯 要先配合 還要配合技術面具 因為我覺得那個 不好意思 不是你不能把幼稚跟年輕是擔作同一回事 不好意思 摳摳笑得很開心 你的意思是 像我跟小朋友一樣的智商嗎 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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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不是智商你還好 我補充一下 就是說 實際上我覺得 玉華老師的思維應該 他等一下應該會提到 但是我把他們兩個綜合一下 為什麼我的想法是這樣 在除完全息之後的狀況 可能會像益森老師講的 填權息的難度會有點高 對 但是可是在除全息之前 會有一波行情 為什麼 我直接一句話 現在有這麼多高值率的ETF 你知道他們選股邏輯這個一定進去 那他一定買 他哪有在管你之後會填權息 他哪有在管你什麼 航運那個運價 他們的選股邏輯沒有這些東西 年零五六就選這個啊 他們沒選 0878沒選他啦 對 那如果說這些進去是不是就買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覺得除全息之前 可以做一波 我們也是福利社 被強迫 被哪些有在管他 0056有這些持股啦 00878沒有這些持股 就是造成為什麼 00878 那個受益人數啊 股東人數啊 為什麼突飛猛進 贏了0056啊 就是因為之前被常同殭民 萬阿害了 0056 就是說大家有 好不好 可是0056還是會買他啊 沒辦法嘛 有些已經被剔除了 可是有些還沒有 可是有些高受益人 還是會買他啦 有些被剔除 有些還是有 還是有些高受益人 還是有一些 參與陽明萬孩 好來 老師我們去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看 我說 有題材沒有錯 因為現在 今天喔 你看喔 今天陽明是不是早上一根啊 我坦白跟他講啊 如果今天要不是因為大盤點那麼長 我個人是覺得陽明今天會漲停 漲停 可是老師看 是喔 那你看他就是被大盤帶下來 最後只漲了2.54% 2.54欸 在今天來說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看一下喔 去年公佈就是51.71嘛 就是配取率大概 以目前來算的話 大概殖利率高達29.1% 那他的淨值我們看一下喔 最近公道淨值94.8塊嘛 股價淨值比還約0.72喔 如果一配下去啊 你知道他的股價淨值比 算起來大概是0.6左右 已經接近歷史相對低的水位了 是 航運股0.5啊 你拉長時間去看看 那個本淨比河流土 股價淨值比的河流土 就可以發現0.5 其實以中長期來說 是相對有投資的價值 好 這是股票 那我們再看一下喔 剛剛說喔 其實你看400張持股人數 已經有2月底的 363人攀增是369人 代表其實已經有一些大戶在吃貨了 因為看好殖利率奇才已經在吃貨了 買430的也不多人啦 就是每個人可以買430 70塊的話 430也2000多萬啦 是不是 也是蠻多的喔 也是增加了至少蠻多人的喔 一週增加6人算很多 6人蠻多的啦 好不好 因為這些拖持股 而且400張也算是買500張600張 好不好 或是1000張 但這些都可以手續數據看得到 是 慢慢大戶的增加了好不好 那順便來看一下 趕快看一下下一段股票 沒有 我股價還沒講 好 如果這 那我接下來要講操作了 操作面 操作面就很簡單 今天不是突破要上去嘛 就是這一根 今天的這個低點位置 我個人覺得 如果回到季縣附近 因為季縣現在還是上揚的 嗯 你現在去買 去抓就像我剛剛說的 很多的大戶 對 很多的法人 加上現在又吃高質率的題材 嗯 這個時間買我覺得相對安全 好 那你情損檢就是 假設真的錯了嘛 我們不要有過去的 去年的夢魘再出來 就情損檢設那個位置 就好 嗯 好不好 那我再知道 就是以這一根K線的低點為關鍵的測試 好老師我們快速看一下 製作人一直都有畫圈的 來看一下 好那下一個 剛剛有說到長榮 其實長榮算起來更誇張 嗯 去年的預估啊 EPS高達162塊 是 那以配取率預估配65 殖利率高達39.3% 嗯 然後最新公告禁止255塊 股禁比約0.65 嗯 他再一配下去啊 一扣完啊 股價禁止比可能大概約會到0.5左右 嗯 也是在歷史相對低個 水位的位置 是 那你再看一下喔 持股人數 從379到368 他增加了11了 嗯 400張以上大戶 籌碼更穩定 慢慢增加了 慢慢增加 那操作方式也是一樣 就今天這一根是關鍵的紅K棒 嗯 拉回就大概在季線附近 只要有守住 後面都有一大坡行情 好 這季線附近是多少錢 156元 大概156元 這邊都可以注意找一個買點 都可以找一個買點 相對積極低啦 好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好不好 可可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學到這些東西 哇老師都好認真 告訴我們這些 貨櫃山雄逆轉勝 現在看起來好像高職業股票 才是重點好不好 那我們希望 就如玉華老師講的 哇這個 醫生老師有解釋一下過程 可以去 如玉華老師講的 最後可能七秒淡險沒有事了 我也希望如此啦 不然我們還要做好多功課喔 沒關係 讀下功課都告訴各位 所以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也要留言 好留言 週一到週五晚上 八點雙線 一上五次減盤影片 二次教學影片 最後還是空號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年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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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嘖嘖救救我 你這麼激動不要激動 我不是你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舅舅你啊 雞頂雞頂雞頂 不是 那不是 你幹什麼 因為 排骨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來頂啊 所以我們要千斤頂啊 千斤頂 我一定想躉他頂先 不要你 八行好不好 这种人都不太棒了 什么都不太棒了 我不是这个黏制 我不是这个黏制 只能跟他一起这样怎么办 啊 掉了 我真的要去看 好像不是这个 都不是耶 那我根本就是好棒 啊啊啊 是这个你的同班 是这个的 好不错 我真的有分 嗚嗚嗚嗚 白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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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什麼褲子 完全反而解決電子 電子力的電子 睡覺高 上最低 想要改了這壞毛病 瘋狂股事 福利社 雜雜財富 瘋狂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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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社 讓雜財富 瘋狂股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